嗨,我是小可爱若曦,欢迎来到若曦逛逛频道,听旅途见闻,看人文风情,聊商业话题,赏花式美食,逛蒙宠天地。 不逛不知道呀,世界真奇妙啊! 今天我们继续聊恒大爆雷以来的中国房地产热点话题。 上集我们说过恒大们,融创们的债务危机远未结束,蒲华涌到退场地产,审计内卷,房地产阵痛,债务重重的房企们将怎么个死法? 这集我们从融创公布60亿本金的债券展期和4月1日股票交易停牌,聊聊融创爆雷前景将不如恒大,融创业主,债主维权将比恒大的业主,债主更难。 3月28日晚间,融创中国在港交所公告称,无法按期披露2021年未经审核年度业绩。 公司股票将于4月1日起在港交所暂停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这距离融创公告将于3月31日发布未经审核年度业绩仅过去一周时间。 融创公告称,无法按期披露年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经考虑目前尚未完成的部分财务报表编制工作的预期工作量及所需时间。 2、近期因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公司评级引起有关境外贷款的问题,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债权人沟通解决方案。 3、融创房地产境内公开债展期事项等对财务报表影响的不确定性。 3月29日,融创中国股价开盘大跌20%,截至收盘。 融创中国最新股价为每股4.08港元,跌17.41%,市值222.3亿港元。 2022年以来,其股价已跌约66%。 迄今为止,融创已从市值2600多亿港元缩水为200多亿港元。 关于债券展期,融创说,公司近期面临阶段性的资金压力,预计无法如期兑付旗下本金40亿债券20融创01的本系,以及本金20亿债券21融创03的利息。 公告称,你于近期与债券持有人就上述债券的展期及延期支付事宜进行沟通。 公司正在积极拟定相关方案,计划提供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鸿斌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等作为增讯措施。 目前已有超过15家上市房企年报难产,包括恒大和融创,不能按时提交和公告。 原因我们在前面两集中已经说过了,不管房企说因疫情影响流程,因改聘审计公司或核数师等等都是表象, 根本原因是无论新的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老的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在恒大爆雷后,其多年御用的审计, 武华涌到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同时被监管机构调查。 风口浪尖上,哪家审计公司都会对房企债务,假账问题严审,严审,再严审,以求自保。 所以,审计难求,调整假账困难,自然年报出不来。 融创雷声越来越近,融创物业的业主们和融创债主们肯定寝食难安,该如何是好呢? 总体来看,融创物业的业主们和融创债主们,包括银行、债券、信托、私募、供应商商票、员工工资等, 维权之路会比恒大业主、债主困难很多。 恒大毕竟曾经规模最大,债务规模也大,恒大债务约2万亿,加上隐形债务比如说4万亿, 而融创债务约1万亿,加上隐形债务比如说是2万亿。 恒大也是第一家爆雷,中国和世界目光都聚焦恒大,大而不能倒,是对恒大,而不可能对所有爆雷防弃。 加之,恒大曾经的影响力和曾经的资源,也是融创达不到的。 所以,债务重组或破产重组由广东省政府托底,保交楼有各地地方政府托底, 所有对恒大的诉讼统一到广州中院,这个应该是中央级别的协调, 不然,债权人都在当地法院诉讼。 于是,许老板才能集中精力搞新能源汽车,尽管新能源汽车就不了恒大, 但是,许老板很可能在恒驰汽车占股,由此,也可以还一部分许老板个人担保的那些债务。 看来,融创债权人越早维权,尽快申请资产保全,拿回一分是一分。 买了融创七房的业主未必有保障,最后成烂尾楼也未曾可知。 即便融创同意以实物兑换债务,债权人等到烂尾楼也未曾可知。 各地政府哪有那么多精力和财力来为每个爆雷房企擦屁股呢? 何况,也没有必要性,在房地产行业镇统计, 优质房企和战略投资人从银行拿钱,从市场拿钱,收购出问题房企,是调整的必然。 另外,提下荣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红斌,在4月1日停牌前提前公告,是应该称赞的行为,让投资人有路可退,不看好就抛尾。 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重新洗牌了,某些债台高筑,房企的大佬被新的战略投资人净身出户不可避免。 以上是热点信息分享,不代表个人或若曦逛逛频道对具体项目的商业建议。 今天又长见识了耶,宝宝很受益哦。 若曦逛频道做了十集与房地产相关的热点,还将继续讨论相关商业热点呢。 喜欢视频请做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哈。 订阅、点赞、评论,转发会让我更加努力的。 谢谢观看,下期见啦。